顏麗婷發臉書 他說他就是確定被通知 再也不用來錄影 喔 我在上禮拜錄影的時候才知道 所以我也才曉得 大概幾天前吧 很像 據製作單位的說法是我理解的 我所理解到的是 他們的合約剛好到一個 到一個要換約的時間 然後在這一次的代辦的過程中 很像他們對於有新的型態的考量 還有希望節目呈現出一些新的風貌 所以他們做了一些改變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在想聽的時候 如果我是顏麗婷 應該覺得不捨得了一個小孩 失去一個節目 這個是在 讓我自己這個搭檔是有點 有點小錯了 但是因為他們有新的考量 我們就沒辦法說什麼 可是其實陳哥跟兩位合作 都蠻愉快的對不對 就是跟巴鈺也是不同的感覺 合作的誰都蠻愉快的 目前幕後的應該都蠻愉快的